说到童星 相信很多8090后 心中都会有那么几个名字 他们陪伴着我们长大 珍藏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 长大后 有些童星还在娱乐圈 有的却早已被淡忘消失在大家视野中了 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 那些陪伴8090后 长大的童星们现状如何 金明作为年纪最小的穷瑶女郎 金明小小年纪 便成为家喻户晓的演技派小戏骨 九岁平在电视剧晚君 演小晚君 胖嘟嘟的样子也非常可爱 可能总是参演穷瑶虎情剧的缘故 小时候的金明总给人一副楚楚可怜的感觉 八卦君小时候 也被他赚取了很多眼泪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金明在演艺事业正红时 好近北大做起了高材生 但出了娱乐圈 虽然北大毕业的金明 还是从事了演艺事业 但却成为了十八件 如果当初金明考一考 并坚持拍戏 凭借他超高的起点和不错的演技 在娱乐圈应该是当红的演技实力派吧 曹迅八岁出演真命小和尚出导 后来陆续出演了连发童子哪吒 九岁倩太爷 宝连灯等作品 不过长大后逐渐就被淡忘了 现在的他陆续参演了一些作品 但反响平平 现在与演员兰莹莹谈起了恋爱 逐渐有了一些话题 也开始被人关注 两人也一起参加活动 新电影《遇见你真好》还会同屏出现 事业貌似正逐渐开花 适小龙应该受我们印象里 第一个会武术的小童星了 初到演戏的时候才四岁 萌萌哒的十分可爱 不过遗憾的是 跟大多数童星一样 适小龙长大后也没什么作品人气了 之前还因长胖陷入了长残舆论中 不过目前瘦身回来了 颜值还是在线的 很有硬汉的feel 看到曾经这么多陪伴我们童年的童星 如今都快被淡忘到十八岁 不仅让人还是很唏嘘的 不过也有一些童星现在越来越好 逐渐成为娱乐圈当红的小生小花了 张艺山家友儿女中一炮而红 小兵张大中也有出演 虽然中间也有一段时间的沉寂 不过接演了一些好作品 比如《渔队》 演技爆棚 事业瞬间回春 现在有多红 想必也不用多讲了 杨子说到张艺山肯定免不了提杨子 作为同时期爆棚的童星 杨子演艺事业 一路似乎都算不错 现在也差不多能算一线电视剧小花蛋 跟秦俊杰的恋情也很稳定 祝福杨子更好 宋祖儿宋祖儿饰演的小挪扎 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吧 眼神里都带着戏 从小聪明伶俐 七岁因参演海阔天高 涉足演艺圈 九岁便站在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起点是真的很高 中间一度因为学业出国念书 而退出了娱乐圈 直到2016年宋祖儿回国复出 在湖南卫视花与少年上转路头角 许多人又重新熟悉他了 而且宋祖儿真的是吃可爱长大的 长大后不仅没有长餐 而是出落得更加水灵 有气质的 目前资源也非常好 小小年纪便在各大时装秀上现身 时尚资源非常不错 英气水灵的长相加独特的气质 让宋祖儿也读得各种时尚杂志的宠爱 成为时尚大刊的收割机 影视资源更是厉害了 接演的都是各种大IP 合作搭档的也都是当下的人气流量小声 比如早前和王俊凯搭档的《我们的少年时代》 以及马上就要播出的和刘浩然搭档的超级大IP九州飘渺路 之前还一度被定为热门IP全职高手女主角 不过因为党期冲突问题 宋祖儿主动辞言了